小巫虎大排名 也就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庄的儿子女儿 他们混得怎么样呢 我们从关职爵位早王三个维度来打分 并列第15名关羽的三儿子 关索和赵云的女儿赵某 这两个疑似虚构 虚构关索的目的 是因为历史上庞德的儿子灭了关羽全家 民间不能接受关羽无后这个说法 所以编出一个关羽的三儿子来 还给他设计了四个老婆 希望他能有后 赵云的女儿也是同样的道理 民间编出赵云的女儿 说是嫁给了关羽 然后生出了关家的后代 这个记载出自关家的族谱 但这个族谱呢 是清朝的时候才修的 距离三国时代太过遥远 所以我们以三国制为标准来看 此二人疑似虚构 虚构扣两心 最终得分赴两心 并列第11名是皇中的儿子黄旭 马超的大儿子马某 二儿子马丘和张飞的大儿子张包 此四人是历史真人 但是官职没有记载零星 未继承爵位零星 在年龄上三人都属于枣王 扣一心 黄东的儿子黄旭是正常枣王 马超的大儿子是被曹军所杀 二儿子是被张鲁亲手所杀 张包也是枣王 四名枣王都是赴一心 最终得分赴一心 历史上张包的记载就一句话 枣王 有个儿子叫张尊 没了 什么武艺了得 关心CP那都是瞎编的 第10名 关迎廷 关羽的女儿 也就是演绎中的虎女 嫁全职 那个虎女历史上确实有孙权 要把大儿子孙登 娶关羽的女儿这件事 关羽没有同意 历史记载就那么多了 其他的不知道 官职爵位都没有 也没有记载枣王属于零星 另外在民间故事中 他嫁给了蜀汉官员李辉的儿子 还跟诸葛亮学会的法术 参与了北伐 再另外 张英平这个名字不是来自游戏 是民间传说 传闻里 岳飞的女儿叫岳英平 所以这个很可能是超 不 借鉴 并列第八名 是关羽的大儿子关羽赵云的二儿子赵国 这两人的特点呢 是都是将领 一星 都没有爵位 虽然都战死了 但他死的时候 年龄应该都是三十岁以上 不属于藻王 都是一颗星 先说关羽演义里 他是养子 历史上 他的亲儿子 在关羽要娶秦一路的老婆的时候 有记载 关羽说 我老婆生不出孩子来 那个时候是公元198年 所以关羽是198年后出生的 再说赵广 赵广的光职是衙门将 属于低级将领 连将军都不是 很巧 刘备曾分赵云为衙门将军 赵云是衙门将军 赵广是衙门将军 赵广是衙门将 真正的辅成副业 在正经的官职里 只有衙门将 没有衙门将军 这个衙门将军是刘备原创的 是啥意思 只有他自己明白 第七名 马超的小儿子马成 官职无记载 零星 也没有记载早王 不扣星 绝位继承了马超的黎湘侯 这个呢 不清楚献猴和香猴的 我们按两星算 马成两星 马侯爷 并列第四名 三个人 咱一个一个看 赵统 赵云的大儿子 官职是虎奔中郎都 行领军 虎奔中郎将 一般是禁军 他还是个都 等于是禁军的都 行领军 行是战时代理 领军 每个国家不一样 有的是禁卫军 负责保卫 有的是中央军 负责征伐 之前赵广的衙门将 是一行官职 这个赵统是两星 绝位继承了赵云的 永昌庭侯 庭侯一星 累计三星 并列第四名 官星 官宇的二儿子 官职是市中和中监军 市中是个高级官职 但没有具体的实权 即便有多高呢 他相当于皇帝的高级顾问 能每天见到皇帝 陪皇帝聊天 给皇帝出毛画策 那具体负责哪一块工作呢 没有具体工作 没有KPR 所以市中 后来就逐渐成为一种家官 就是富家型的官 比如许多人是市中守上书令 就是市中加上书令 具体的工作是上书令 又是市中 要待在皇帝身边 陪皇帝聊天 之前马超 皇忠 赵云的后人 都没有陪皇帝聊天的权利 但官宇的儿子有 有的说 不对呀 赵云的大儿子赵统 不是晋卫都吗 咋不能陪皇帝聊天了 那什么 你看 保卫科科长 能每天跑到董事长办公室 里聊天吗 这肯定不行啊 但是高级顾问可以 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这也是官家人的殊荣 官兴的爵位是汉寿廷侯 廷侯加一星 有人说了 这加起来都四星了 怎么会和三星的 保卫科科长赵统并练呢 别急啊 官兴早亡 扣一星 三星两人并练了 在演义里 官兴张包是小官张 武功了得 我刚才说了 张包没有记载 纯属瞎编 但官兴还不大一样 他是中监军 属于陈相府的府官 兴师大于长使和司马 大于监军 大于护军 大于典军 官兴活着的时候 就是监军 而且是监军里最大的 中监军 他大于赵云的中护军 也大于江维的典军 所以小说里面写 官兴战斗力强 跟随征法 还算合理的 张包 那就完全没影的事了 与官兴并列的 还有马超的女儿 马某 有人说了 这女儿干了啥 是官职高 还是有爵位啊 怎么混到三星呢 这位马小姐 嫁给了刘备的第四个儿子 刘李 也就是阿斗的四弟 刘芬 刘善 刘勇 刘李 分 善 勇 李 这个李 刘李 是安平王 马超的女儿 就是安平王后 王后还不值三星吗 我猜测 这门婚事 是马超刚加入 刘备军的时候 刘备定的 因为马超是军阀 身份很高 刘备分马超为 平息将军 比当时官宇的 当扣将军要高 马超那时 是官职最高的将军 刘备等于是 在和军阀联姻 让四儿子 娶人家的小女儿 这是我们现代人的观点 在古代 十二三岁就联姻 很正常 再小一点 可以先订婚 还有之前说的 虎女爷能嫁全子时 孙登才十一岁 怎么结婚呢 问这种问题的人 都是在拿现代的婚姻法 来套古代了 当时马超是军阀 所以待遇不一样 马超在蜀国 一直是吉祥物 也就渐渐 没人买他的账了 但是官女张飞 一直在蜀国混得很好 厄斗只和官张的后人联姻 厄斗的女儿 嫁给了官女的孙子 尤其是张飞家 那就不得了了 并列第一名三人 张飞的大女儿 小女儿和小儿子张绍 他们全是五星 先看张绍 身份是侍中 加尚书普业 侍中和官兴一样 是能和皇帝聊天的人 高级顾问 看看刘备的二儿子 最爱跟谁聊天 关羽的二儿子 张飞的二儿子 三个老二 刘关张曹元 三个老二 三个老大呢 刘芬被杀了 关廷被杀了 张包早亡了 有人说了 不对啊 刘芬不是亲儿子 阿斗才算老大 古人过季 视为亲儿子 跟今天的逻辑不一样 刘芬在当时 是有能接班 当皇帝的资格的 不要看不起这个意思 比如说袁绍 他过季给了伯父家 当儿子 那就是亲儿子 一下子变成了 袁家这一代 合法的画世人 他本来是小老婆生的 没有大老婆生的 袁术身份高贵 现在身份立刻变了 袁术也得听话 在事发节里面 绍的意思是继承的意思 袁绍继承了 所以十九岁 正经起名的时候 叫袁绍 张飞的儿子 继承了张飞的西乡侯 所以叫张绍 孙策的儿子 继承了孙策的吴侯 所以叫孙绍 注意啊 吴侯不是孙权 是孙策的儿子 所以古代这个绍字 可值钱了 肯定是富二代 就跟今天的王绍 刘绍 黄绍 王思草 意思一样 张绍是世中 陪皇帝聊天的人 又继承了张飞的西乡侯 叫绍 而且官职 还是尚书普业 是尚书他的二把手 一把手是尚书令 二把手就是尚书普业 下面分六个部 每个部有一个尚书 这就是后来朝代里面的 六部尚书 什么吏部尚书呀 吏部尚书呀 这就是原型 就从这过来的 张绍管人的六部尚书 张绍的大侄子 也就是张包的儿子 正是六部尚书里面的 一个尚书 张绍官职三星 绝位两星 累计五星 再看张飞的大女儿 的小女儿 大女儿嫁给了阿斗 当了十五年的皇后 史称静哀皇后 之后小女儿 接替姐姐嫁给了阿斗 注意啊 是接力豹模式的 不是并存的啊 小女儿成为了贵人 一年后立为皇后 当了二十七年的皇后 被称为小张皇后 直到后来蜀国灭亡 她陪着阿斗 一起去了洛阳 除了小张皇后 陪着阿斗之外 还有谁陪着阿斗呢 那就是张绍 看到没有 刘备的二儿子 被张飞的二女儿 和二儿子陪着 一直陪到最后 时间回到八十年前 当未成年的张飞 加入刘备的时候 他们可曾想到 八十年后 有这么一幕 皇后这个官职 五星光红公司 把大小张皇后 合并成了同一个人 叫张新才 我给我的女儿 起名叫张新才 户口本上的那种啊 不是小名啊 所以我是新才他爹 新才他爹 讲三国 今天就最后一期了 因为我的个人工作问题 被骗了吧 开个小玩笑 咱们下期见 就是排名片